大家早 我们先确认上次的会议记录 上次会议记录已经放在各位议员的桌上 请参阅 各位议员对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 那我们会议记录确认 向大会报告 今天的议程是都委员会的业务报告已咨询 首先我们进行业务报告 业务报告完毕后 我们再由公务委员会的议员咨询 现在我们业务报告 大会主席各位议员 今天是进行都委员的业务报告 在报告之前 我先来介绍今天受邀出席的府外的学者专家跟机关的委员 首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程启然副主任委员 麦仁华委员 丁策市委员 陈世磊委员 谢谢 那我想到第二排开始 就是我们相关机关的代表的委员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今天出席的我们的局长 赵建桥赵局长有出席 那其他呢是由相关的副局长来代理 那港务公司这边呢是由张献章处长来代理 那郭慧凤委员的部分呢 是由这个宏介人机政代理 好谢谢 那我要现在开始进行业务的简报 好 那我想首先简报了大纲 那我想本会的任务跟委员的组成 跟审议业务跟重要的这个案件的报告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进行本会的任务 我想本会的任务呢很清楚呢 这个是由这个审议的 这个计划的拟定变更呢 以及旧市区的更新计划 新市区的建设计划 都市计划申请及建议案件 私人或投资办理都市计划的事项 以及相关的研究跟检讨事项 下一页 那我想106年的这个委员组成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个基本上呢 整个委员总共有21位 那任期呢是从106年的1月1号到106年的12月31号 那所以说今年可以说是这个新的委员 其中三分之二呢为府外的专家学者 共14位 委员的组成考量多元化及专业化 包括都市计划建筑交通景观不动场开发及热心工艺人士等 好继续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年到截至目前为止的这个审议的成果 那我们到今年从3月到8月总共召开过4次的大会 审议案14案次 那为了加速审议的这个时效 针对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呢 于大会审议前呢 先行召开专案小组会议讨论 总计进行了6次的专案小组会议 那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也其实很感谢我们相关的这个 尤其是民间的这个主事计划委员 他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所参与的审查的次数相当的多 那有关于审议的案次及决议的状况呢 其实可以请大家再参与 那我想我们来进行重要案件的报告 那我们想重要案件基本上呢 我们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 提供稳定的这个供水案 健全社会福利及促进地方发展而为重点 首先呢 变更陈清湖特定计划呢 配合人物产业园区的案 那首先呢是我们除了在 三年前核发产业园区呢 报边完成成为成果第一个 依照产业创新条例所报边的园区 地方政府的园区之外呢 我们也来积极拓展这个整个 我们产业所需要的用地 因此呢 因为地方的发展呢 我们以产业创新条例 报边人物产业园区 预计提供可以提供 6300个就业机会 及增加400亿的产值 因此呢 有关于它调配水源的部分呢 呃 再来呢是有关于 变更新达党特定计划区 那我们其实是配合前瞻基础建议当中 有关于绿能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呢 来进行 那这个案子呢 是在新达港特定计划区西侧呢 计划面积43.04公顷 那配合经济部推动风力发电 四年推动计划 以新达港远洋园区呢 远洋区呢 建立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 那预计可创造产值 1056亿元 及提供480个这个就业机会呢 那这个案子本 已经于9月25号呢 报内政部核定 那该部刻在办理核定 并转内政部核备作业当中呢 这是整个计划 那因此呢 我们预计在11月来发布来实施 好 再来呢 我们是变更奥斯地区呢 细部计划 那这个案子呢 本身是为了这个 增加招商的诱因啊 以及调整高铁 左营转移土地的 使用的这个管制啊 就在我们的高铁站的 这个台铁的部分的出入口 那也是呢 我们这个本市的 六大转移站之一 那计划面积1.33公顷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个透过我们这样子 细部计划的调整 允许楼地板面积使用面积从 3,300平方米呢 增加到1万8千平方米呢 希望能够促进高铁转运专业 用区呢 的开发跟加速招业的 这个招商的作业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拖延超过10年 那市都委会 以及于6月呢 来审议完毕 那我们这个高铁 举呢 于9月20号减重修正计划书以后 课办理核定作业当中 预定10月底前发布实施 那再来呢 我们是变更延城地区的西部计划 那这一个 呃是位于奈拿切的东侧 计划面积0.31公顷 那其实刚好就是在 我们3号船渠底 的对面 那事实上呢 呃 也在我们 已经通车的 呃 水岸轻轨的蓬莱站 呃 呃的旁边 那 这个案子呢 也是属于我们跟港务公司 核主公司之后呢的招商的 这个优先的标的 那因此呢 他们现在刻在各 正在规划为国际青年旅馆局 特色创意的旅店 那目前呢 已经变更完毕 因此希望在年年底 能够公告对外招商 那本案已经于8月发布实施 再来呢 我们是变更 澄清湖特定计划区呢 我想我们是配合 大全进水厂输水管线工程 那本案呢 位于人物区水管路南侧 呃 是龙溪西侧 计划面积0.0129公顷 那它基本上呢 是为了配合了 这个将农业区 变更为自来水事业的用地 新辟相关设施是 建计衔接的管线 那以舒缓北高雄地区供水的需求 以及保障民罪用水的潜誉 那这个都委会 已经在8月的审议完毕 那目前呢 在10月底呢 报内政部审议 再来呢 我想关于社会福利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钢山人荣家设置 住宅室身心障碍福利机构案 那本案呢 位于呢 钢山荣家幼稚园的场地 那为了解决本事呢 住宿身心障碍机构不足 那协助安置身心障碍者 那因此呢 我们在 已经没有使用的 幼稚园场地设施呢 设置住宅室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那因此来进行相关的 这个 呃 呃 变更 那提供无 这个 呃 提供社区市居家的照顾服务 那我想这个其实基本上 也是整个厂照的一环 再来的我们是原高雄市主要计划 第三次通盘检讨第一阶段的案 这个案子呢 本身呢 是原公车处 金师湖站及建居站 面积合计3.39公顷 那主要是为了活化 闲置的公有地 那以及透过招商的过程呢 促进周边土地的发展 以及这个 这个充实市府的裁员 将已经无使用需求之机关用地呢 变更为 变更使用份区为住宅区 商业区 并划设10%的公共设施 实地 本案已经于今年9月发布实施 最后呢 我想 我们是变更大辽大赦的都市计划案 那这个整个呢 其实最主要是 现行的计划图示62年测绘制的蓝塞图 容易因为图纸伸缩造成执行的异议 为了确保民众的权益 透过本次数值重置提升度 本案这个都委会已经8月审议完毕 定于9月报备这部审议 那本市啊 已经有10处完成重置 16处课办理通盘检讨作业 5处争取内政部的补助当中 那我想 以上是把市都委会 这半年来 较为重要的业务呢 来进行说明 那请请大会 各位议员来指证 谢谢 谢谢主委 那现在业务报告已经完毕 那我们先由公务委员会的议员咨询 然后再依登记的顺序 尤其他议员咨询 每人咨询时间为10分钟 那现在请公务委员会的 黄淑美议员咨询时间10分钟 谢谢 主席 主席 我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 大家早安 我是高雄女儿 我看到高雄在变水 高雄在改变 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高雄市政府 透过中围 他透过都市更新呢 让整个城市可以说是脱胎换股 脱胎换股的结果是带来的是 地价越来越贵 我们以三民区来说三民区中都地区 中都湿地公园那边 我小时候住在那里 我记得小时候那边是属于比较贫穷的区域 那时候地区有可能也没人要订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片近人有100万200万 再来我们未来 我们会看到三民区七十一期的中卫 就是飞车头附近的中卫也会带动地方的繁荣 所以会让地价越来越贵 所以我们看到地价越来越贵 于是呢 这个大家就会来计较建壁率跟容积率了 所谓的建壁率 我们简单说就是它的体积 那容积率就等于是容量 那建壁率呢 影响的大概是 你如果要建造建壁率的时候 这个跟建壁率就有关系了 于是呢 在上个会期 议会所有的议员都在讨论 是不是应该来解决建壁率的问题 因为过期我们都说 住三的住四的 大概就只能盖一半 100平可以建五十平而已 但是土地越来越贵 以前呢 还可以二次施工 可是现在不行啊 现在不行的时候 大家就会计较说 是不是应该来调整这个建壁率 来我想请问我们都法局局长 针对上个会期 很多议员在讲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在讨论说 这个建壁率是不是应该要调整 来 吕机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我想议员在上个会期 有跟议会其他几位 我们议会的先进都有 针对所谓的本市的建壁率 这个部分 需要提出检讨 有提出一些建言 那在这边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大概有做了一些初步的筛选 然后也征求市府的同意 那我们也编了明年度的预算 要来进行这个建壁率的整体性的检讨 因为它事实上议员也非常了解 它整个市社的一些层面非常广 那我们当然是知道有一些问题 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 目前还不是太清楚知道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针对这种通案性的处理上的话 我们就必须谨慎一点 那所以为求谨慎起见 我们就特地有编了一个预算 也希望议会能够这个会期能够支持 我们来明年可以开始启动 这样子的一个建壁率的一个检讨的评估 所以是现在进行式 对它是现在进行式 而且我知道议会这边 包括议长包括议员 还有其他的几位议员 也在议会有开过两次的共听会 我想这个一些意见 我们都把它纳入 我们这次明年预算通过 明年预算通过之后 这个案子我们会好好 所以大概明年会调整 明年会启动这样子的一个 明年会启动这样的一个研究调查 然后再提出适切的一个草案 好谢谢 谢谢局长 那我们也来听听 这个建筑师的意见好不好 我们请麦仁华麦理事长 来谈谈你对建壁率的调整 有什么样的意见 那个主席还有黄议员 那个就如刚刚那个黄议员讲的 那个容积力是都市 整个生活品质的一个确保 就是说容积力一个都市的发展 是用容积力它容纳多少人口来控制 所以这个容积力是比较需要确保 那建壁率因为在实施 我们早期在开发的时候 是用建壁率跟面前道路来 可以决定一块基地的使用 但是从实施容积力之后 我们就赋予它有一个最高的容积使用 但是之前的商业区的建壁率是80% 那住宅区建壁率是50% 可是实施容积力之后 我们的商业区建壁率变成70% 减少了是不是 减少了建壁率变成50% 所以你觉得有必要再做调整吗 有必要把建壁率再增加 对不对 因为对土地的使用争议来讲 如果大基地它的建壁率 它的容积是往上加 它建壁率不会不够 但是对小基地一般市民来讲 它如果小基地开发 它的建壁率会不够使用 好 你听说 刚才我们建壁师说的 就是说如果是你自己买50% 你要去家的话 可能你只能去一半而已 所以基地就会变小 那容积呢 讲完了我们建壁率之后 我们就要来计较容积率了 容积率就像我们建壁师说的 那是影响到可以去外观 去外 就跟建壁率是不一样的 就是容量大概可以容多少 我想首先请问一下 我们都法局局长 过去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奖励 就是譬如说针对容积的奖励 如果要去大楼 是不是我们以前有 所谓的停车空间的一些奖励 如果你是开放给外面的人使用 这个会给予奖励 好像这样的奖励 现在好像是没有了 来局长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还有奖励吗 现在还有吗 谢谢主席 谢谢前博委员 那个跟议员报告 有关于刚刚议员提到的那个 停车空间的奖励的部分 这个在全国都已经完全被取消掉 被取消了吗 之前是有 后来是没有了 那现在有任何的奖励吗 对于容积 现在容积的话 大概奖励上 还有一个叫所谓的开放空间的奖励 开放空间的奖励吗 那你觉得 这个开放空间的奖励 有什么好处 其实开放空间奖励最主要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用鼓励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能够留设一些更多的开放空间 以供不管是社区自己的住户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市民朋友可以让不管是在行走的品质上或者城市景观上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会变得更美丽嘛 多一点空间 对不对 好 你先请坐下 其实这个在国外 其实很久了 就是认为呢 这个空间可以大一点 那这个空间可以预留给附近的居民 作为一个联谊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开放空间 来 现在的开放空间 是真的开放空间 然后外面全部都是花园 然后有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是可以作为附近的里民互相的联谊 我们看到这个晚上呢 其实附近的居民都在这里跳舞 都在这里学跳舞 学气功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放空间是有它的好处的 那因为刚刚我讲的土地很贵 人民不可能拿自己的土地来做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 于是呢 政府就用奖励的方式呢 让这个人民愿意 业者愿意来做这个开放的一个空间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奖励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也查到 其实我们说开放空间 其实刚刚局长讲的这是一个奖励 来来看这个 这个是开放空间 但是有时候他们的门是锁起来的 是进不去的 这是过去的一个做法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100空三年以后 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真的开放空间了 不容许有任何的 这样也变成会被拆除的 然后我想刚刚讲到容积呢 我们看到过去有一些是 好像是没有开放容积的 我想请问一下 局长有几个地方 当时你们开放空间的容积奖励的时候 有一部分是没有开放的 这几个部分没有开放的原因是为什么 局长为什么这部分是没有开放的呢 好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 我想这些有一些特定区就是刚刚包括说议员现在列出来这五个区事实上是目前是没有适用开放空间奖励 那每个案子有它不同的那个时候的时空的背景的考量 所以是不是应该在检讨了 这个我们会去检视一下 因为趁这次在中盘检讨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逐一的把它拿出来检视 看看看到底那个当初考量的原因跟时空的背景 是不是现在已经有所改变 那如果反正之后还经过都委会的全体委员一起讨论 那我们会逐一的来审讯 逐一审查嘛好谢谢局长 其实这个就像刚刚局长讲了是不合时宜了 就当初的跟现在的是不一样 所以有必要是一致性的全部来通盘的检讨去开放所有的开放空间 刚刚我们讲开放空间有很多很多它的好处 那当时呢可能是因为局长讲的时空背景的关系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知道你那时候是有约定日期的 就是说这可能五天而已还是三天 这个开放空间的奖励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以后开放空间没有了 是不是整个的容积奖励就没有了 局长来请你告诉我们 会不会因为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就把这个开放空间的奖励就没有了 会这样吗 好 谢谢 谢谢黄议委 我想他是不是已经到了 我还是要取决于我们这一次的检讨启动案 那我想我们会审视全面性的审视 就是看实际上就是之前我们开放空间奖励的一些实际的实施的情况 包括议员提到的有一些违规的情形 以及说政策目的是不是真的有达成 那个利是不是大于弊 那第二个当然是我们会参考其他县市跟中央一些法规的一些做法 那再来就是我们想看看说实物操作上 是不是有没有哪些是需要可以再进一步的 那我们在会里面都一并提出来 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也在加速在进行当中 好 谢谢署美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周中战一眼咨询时间十分钟 谢谢主席 各位同志 还有我们都委会 史主委率领的所有委员 各位委员 还有我们新任界的朋友 市民相亲大家早安 我像都委会 都委会很重要 都委会委员的决策 各种决议案 影响整个都市 未来的开发 不管是未来的也好 对现在的问题也好 过去的乘客也好 都能够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过去大家定情 控仪不送的 就过去的 不好的案 如何把它改成 修改更好 就是转型正义 把它变成符合公平正义 这既有 纠正的 变更的功能 把它改善的功能 就现在来讲 也可以解决现有现存在的问题 未来的那更重要 你要往哪边走 所以应该是火车头 跟领头羊的这些功能 我想跟他们两个案 局长 主委 听好 第一个 市长的重大政策 新台制期限 道路规划的问题 我很深重的在跟你建议 这个案 在北端开始 接新台制期限 他叫做德中路跟点仓路口 德中点仓路口 就是原来高雄县的桥头区 市关区 跟我们现在高雄市的南指区 这个窟 我建议希望在那个路口 衔接处 有百姓陈寢 因为公务局已经要开花 开花前都有一个说明会 百姓就陈寢 希望用工地 来做道路 不要征缩百姓的地 我参加中位特区之后 还要给它征缩道路开辟 他觉得恶度伤害 不只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就伤害太大 这个希望能够工地为优先 把私人的土地限缩到最小 局长这个跟你一个建议 开会他们说检讨 因为这个公务局没有办法解决 公务局讲的是指 开辟道路工程的问题 他讲的变成都花的问题 都花就可能要牵涉到 都花局跟都委会 都花局如果愿意 但是都委会也要通过修正 第二个 更扯的局长出身的 这个副市长 这个主委 真的在去年底 今年初 沸沸腾腾的蓝段 我讲的是蓝段 在左营海军军区 中正门门口附近的 有一个北极殿 我们铺后的北极殿 主委外相去 很没站着 我现在的市长 现在的政府 并共三党并国民党要比较高 建言说要拆庙 我一听笑了一跳 所以我在这里很正式的跟主委 这个主委请你澄清说明一下 是不是我们蓝段 北极殿的 沿天上帝 沿天上帝 我说我做民意代表 我怕也死 我做政府会更加大 这个主委你要正式的公开说明 这个道路照讲 规划在后 我们北极殿这个铺后的北极殿 是以前日本可恶的日本军 为了新建海军 把他们从那些柴山 那个陶石岩赶出来的 他们才在那边设的 我们新朝这个末年在那边设那个没有庙 就是日据时代的 才被签出来建那庙 竟然我们国民政府 现在 现在众党竟然说要开新台之西线要拆庙 我想军方的土地那么多 别人去这边去刮廟宫 主委 我就很深重的跟你讲这个东西 真的 不管你信什么教 我想对宗教都要尊重 宗教的自由 而且它是合法的 没有什么好猜的 要怎么改规划路线 一定要请军方 那么土地根本又不是重要的军事设施 一个门口 稍微刷一个队而已 绝对不准拆庙 我个人的立场是这样 主委我干民意代表的一天 我没有发生 我想其他的民意代表 应该都会坚持 不准随便拆庙 请主委 这个简单 明确的答应就是北段的 那个路口跟我们南段 这个 请我赵主长说好 我要主委 主委算明这样 主委 请 这都是你的 不是公务开辟道路的 好谢谢 这是路线规划的问题 好谢谢主席 谢谢周延的关心 我想关于这个新台17县 事实上这个地方期待已久 有关于北车的部分我所了解 事实上他的路线已经定案了 那公务局事实上目前 不是但是路口罪就是北端的那个路口 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 就民地用的最少的案 有没有办法修正的 这个案子本身在北车的部分的这个 中央补助款的都已经到位了 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规划设计 至于说议员刚刚所提的意见 我想我们退后再带回来看看 是不是来研究看看是不是 有什么修正的 最重要的是北极店 议员在这边讲 我们有听到这个意见 那我们会来 铺后北极店的 听说要拆这个意见 那在南侧的部分 我想事实上历经多次的协调 那我所了解就是有关于北极店的问题 在今年6月的这个协调当中 基本上是以希望不影响北极店的这个 的这个 简单讲 从我到尾其实就没有这个事情 怎么会惹那个主委那么生气 他有后再来 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地方 包括劳赛峰里会 当中的协调会 法定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这整个路线现在等于讨论 还没进案 没进案 主委我就拜托 我就讲过未来的 我讲的都市计划 在规划很重要 这个你影响人家那么大 就是未来的就好好 不要随便乱订案 订案之后要修正 那都很痛苦的 从头到尾就没进案 怎么会传到这么多 而且对刘立委 你讲的要选市长 我跟他讲 伤害很深 是啦 所以这台主席 我不是在选举化政治化 我就拜回归这个主委 我就拜托你 你是文化局长出身的 副市长兼现在的都委会的主委 这个庙宇是很慎重的 合法的多年历史的一个一个一个 存在的这个合法建筑体 不能随便去碰啊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 不要说讨论还没定案就绝对 不能去碰到那些庙的 我想那个土地那么多 怎么找 请军方就好好配合嘛 我想也不要 好不好 那都是要跟我们要而已 我们都乱碰人家 好不好 主委我就拜托有尬死一点 好谢谢 第二个案 主委员 那个赵 等一下 等一下我第二个案 他会也会给赵局长 赵大局长我知道 他会说明 第二个问题你就一并 背虚项我就讲过了 主委 各位委员 我想一个案 左营背紫头市场 主委你听好 背紫头市场 退场了 因为是政府租民间的土地 每年花六七百万 结果收的那些租金 只有不到六七十万 一年当上线了五六百万 退场机制很好退了 退掉之后 原来的有几十年的 近百年的碑西项 当地的百姓 都是合法申请的建筑物 都有很多他们的住家 结果就被市场围起来 结果现在市场退掉了 这个主委你就要特别注意 未来开发案 等一下会给赵局长 简单说明 就是这样 背紫头市场退了 这个什么市场 摊位全部都拆掉了 空地出来了 问题就跑出来了 这个也没有办法用都根嘛 我想这也没有办法都根 因为都根实在太麻烦了 那个房屋还不够老 虽然只有几十年 但是还不够老 可能配合度不大 要整体开发透过都根 我看不容易 唯一的不管怎样就是碑西项 是几十年的 现有继承项道 查出来了 依照他的这些什么地籍啊 他的设计户籍啊等等的 他的建物 大家也知道说是继承的合法项道 所以他们为了消防安全 为了这个自由道路的公共通行地域权 等等的权益 私人的财产 我们都要一以为户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 以后改革好好处理 现在宽度的问题 我就请我们赵局长 我想你也是担任过 我们建管处处长出身的 这个局长你就一并说明就是 那个新台式西线北段怎么处理 那个百姓建议的有没有办法变更的 然后卑西向流舍的问题 为何百姓当地合法潜意的问题 请赵局长赵委员说明 赵局长请担呼 谢谢主席 也谢谢那个议员 有关新台式西线的部分 我们分为两段 就是北段就是南段 北段的部分我们分有两期 第一期我们一年 我们一年 今年的下个月 或者在下个月中下旬会来开工 所以经贴土地是以公油土地为原则 当然北段的路线都一定确定 南段的路线是不完全确定 刚刚议员在关心我们北极电的事情 其实没有这个事情 当然是可能地方一定有在传 他那里召开说明会 主委也很清澈 他现场说得很清澈 我想议员应该也相当的清澈 另外来说这个议员的问题 就是北枝头市场这个问题 其实全部都听完了嘛 我想开发商也会做一个整体的开发 但是基本在关心的就是我们那个 很幽默航道的问题 我们旁边的那些套天处 就是用我们很幽默航道 来指定建立山 所以说大家在关心 我们很幽默航道未来会怎么 你如果很幽默航道没有余 那家家变成违法的 这比较可能 所以那些套天处是用很幽默航道 来指定建立山 所以那些套天就是不走的 以上 主要未来的潜力 都一定要恶苦维护 所以公共安全交往也好 要公共安全交往也好 跟他们合作好的潜力 都一定要避养给他们的借银 所以他们必须好 好 谢谢周二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黄淑美 黄议员 来做主席台 好 接下来我们请 珍丽艳 珍召集人 十分钟的咨询 十分钟如果有议题很难讲 好 主席 主委 各位委员 各位同事 各位电视机前的乡亲记者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们最近 统地重要的就是 大南部和 全村的问题 大南部和全村的全村 是因为过去 我们政府为了经济 和我们的地方都去 钢匠 所以做成我们目前 这些人的地区 都是污染 和公安的事件 所以 做成 西雄 八省为了 他们的生存 所以 恰恰 控制 这个污染的问题 公安的问题 所以 也换来政府的关心 在这 我也代表 所有的 我们 这些大南部和 这些地区 这些八省 和我们市長 和我们所有的 这个 不可以这么久的 这些 单位 说是什么 落在桌下 因为 你们的关心 市長的关心 所以 来 来启动 这个要青春的这个 隔壁 但是 到现在 我们 走到柜 走到柜 就是 八省第一季 都问 議員 是会青春吗 有可怜的青春 这种疑问句的问号 几乎每个人 都会提出来的 那 我也不知道 看完我们的 这个 医院的 普查报告 我们后面也是 只是提到说 这是一个参考 那参考了以后 我记得市长也曾讲过 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同意 签村 才要签 否则的话 只要有一个人 不愿意的话 这个案子还是不行 那已经启动了 也已经到达了 百分之八十八点多的 这个 同意签村了 但是终归还有百分之十二点多 还没有签村 那为什么有的不愿意签村 那当然问题也很多 那 我们大林浦跟后面头这边 给了我一些资料 我希望就是说 我把它讲出来 这些问题 是不是 请我们主委 跟我们的局长 或者有关的单位 能够等一下做一个答复 那我先把它讲完 你们可以统一归 整合一下 看怎么做答复 让我们的青春 能够顺利 也好 帮忙这些百姓 离开这个污染的一个 住的地方 那也 让市长了得一见 他的政绩 那大林浦千春 还有一些需要釐清的 我希望 局长好好听一下 还有主委 就是说我们沿海六里 因为时空背景 有将近六成以上 没有建造及使用制造 这是历史时空背景 所造成的一个状况 绝不能谴责我们的居民 让我们的居民来承担 那如果真的 已经启动千春的一个过程 那赔偿的问题将如何处理 将如何处理 所以 这要被认定是违建 还是政府可以协助 合法处理 因为时空背景没有办法 很多到现在很多都是违建户 我想你们在过程当中 应该有很多人告诉你们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普朝当中 有对外说明说 将以一瓶换一瓶 然后盖回原房型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所谓的原房型 以多少瓶去盖他们想要的房子 但是你们的后面又说 是要让这个房子到我们选择的地点的时候 是由他们选择自己想要的房子的样式去盖 那这个到底差别在哪里 然后又现在我们刚刚房议员也讲到 我们的建壁力 现行的法规里头 又有建壁力的问题 那你们的一瓶换一瓶 到底怎么算 到底怎么算 是用补偿 还是要用瓶数去补足 就是一瓶换一瓶 这个等一下也请说明 那在之前 好早之前 我们的经济部对外的新闻说 我们总体的千春的费用是700亿 那为什么会到现在变成三四百亿 那这些 能不能跟我们百姓讲清楚 这相差几乎一半的这个金额 到底收短的金额到底是 在哪里 我们也希望说明 那针对万一千春 那这些有很多的土生土长的 住在这里的人 他没有房子 没有土地 甚至他是独居 单亲 弱势家庭 我们政府 又如何去安置这些弱势的家族 那第三屋 我们现在正在查孤 那查孤 有一二三类 你们又是怎么 你们是如何的去判定 是否有地板的这个额度 有没有最低的额度 也请说明 那如果说我们要千春了 那这些我刚刚讲的 从小就住在这里的居民 他没有房屋 没有土地的生产物 你们又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跟上一条鱼不大一样 他没有低收 他没有弱势 那这一些百姓 你们又怎么样的去处理 还有啊 如果早期我们的土地 规划为是农地 汉地 绿地 沿海保护地 这一些土地 上面如果有建造房屋的 那该土地跟房屋啊 你们又做怎么样的一个赔赏 那如果真的千春啊 启动 所谓的启动就是说 有步骤的 你们的计划书都做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找的地方 是要用造证的方式 还是你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啦 来进行 那下来就似乎啊 目前是不是有千春的时间表 以及将来会不会实施禁建啊 就是这个地方如果 已经时间表出来了 会不会禁建 因为你们大家都还在那一种 未知数真的要千春 是不是真的要千春 所以啊 你们是不是要做禁建的一个动作啦 那如果未来千春 那很多的居民 都有余保 那千去的薰子 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提出来 是中轮呢 还是中安路呢 还是另外的地方 他可能是离开小港地区 那很多的医保 他们的权益 你们到底怎么样去帮忙 如果以我知道的是 鴻毛千春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问题 那应该是黄照顺黄委员有帮忙修法 已经是可以 因为千春而产生的医保问题 应该是可以随着他们的户籍 而迁移到前阵 或者是哪里的医会啦 以我所了解的是这样子 但是 但是我们 这个大林埔跟 厚米陀的千春 到底是要怎么去解决 也希望 大家把他们 讨论 研究在里面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请问一下 我们的 再给两分钟 再给两分钟 谢谢因为后面 等我们的委员会的委员到来 还有一段时间 谢谢主席 我们的青春计划书 出来了没有 写了没有 以上几个问题 请主委或者是局长 您做答复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赵吉仁 那刚刚赵吉仁提到几个问题 那反映的名义 那我们大概就在这边 简要的跟议员这边 赵吉仁这边做一个回复 首先刚刚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议员第一个提到的是 所谓的建物的 当初的时空背景 包括说有一些是 塞隆瓦颱风之后 急于重建 所以他们是可能没有 产权的登记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是事实上 常在我们在地方 在做建物的 地上物的一些 普查的说明会的时候 我们也有跟在地的乡亲们 做一个报告 就是说今天 不管他建物有无登记 那我们会 依照他建筑的一个 材质跟样式 来去做必要的一个赔偿 所以这个议员 这个部分就补偿了 不用担心这一块 政府没有责任 把他们就地合法 就是说 给他们一个合理的 我们不是在有一个法令 有旧屋能够就地合法 这个跟议员报告一下 因为他是有些是 他可能是 都市计划发布实施前 已经存在的建筑物 那他可以事后 事后透过建物补登记的手法 去取得合法身份 那不过在大连浦丰碟头地区 这个关于这个沿海6里 这个千村案的部分 为了能够去如实去补偿 民众的建筑物应该有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说明会时候 也特别有说明就是 到时候建物的部分 不论他是不是有登记 我们都会依照他实际上建筑的样态 然后假用一个他假设要重新建一个像那样子的房子 应该要花多少钱的金额去补偿 民众是 土地是土地建物是建物 然后在这边跟议员说明 土地就是你是住商地区 土地是一坪换一坪 那建筑物的部分就是依照他建筑的样态形式 如果用现在全新重建的价格 应该是多少钱就是补他多少钱 那这个单价的标准是我们公务局有邀请 相关的这些工会来去就实际上的市场的行情 来做一个标准的演绎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刚刚议员有提到所谓的在 所谓盖回原房型这个部分 我想在这边跟议员说明一下 其实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两层楼的 比如说专造建筑物 那政府如果到时候 我们在这个大丁埔专案里面 是用专案的方式 就是补偿你 就是盖回原两层楼专造建筑物的补偿费 所以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说 你现在是两层楼专造建筑物 你到新的地方一样只能盖两层楼建筑物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我们在建筑物补偿上的话 希望说能够补偿到 你现在盖的房子 假设在新的地方要盖 这样的房子需要多少钱 用这个方式来计算补偿费 所以这个原因是这样子 那第三个议员也提到所谓的 弱势安置 这个我们市府跟议员一样都非常的关心 那所以在弱势的身份上面 我想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一些 既有的一些法规的支撑 对于弱势我们会特别的去照顾 因为我们不可能为了一个千村去牺牲 所以有很多的方式 包括说有一些 他的身份会不一样 他有一些法令上 包括说社会住宅或者是租金补贴等等 这个到时候也会一并去提供出来 来设计一套机制 来去照顾我们这些 大连普凤比特地区的一些弱势户 那再来就是在建筑物的 这个所谓的调查 在那个补偿的标准等级里面 事实上是分三类 那这三类其实已经 就是尽量能够依照市价的标准来去拟定 所以最低大概就是用那个 他依照他的材质 依照他的结构 依照他的楼审数楼地的面积 会影响到他整个建筑补偿的经费 我想这个经费的那个定定的标准 已经一定是比现在 我们刚刚是既有的那个 自治条例的标准来得好 那再来针对那个所谓的 非住商土地上的建物 是不是一样能够得到补偿 在这边跟议员说明 我们在地方说明的时候 也有跟乡亲们报告 在这部分我们也会 依照一致的标准 来去根据他的状况 来去予以补偿 以上 议员还要给你时间吗 再给两分钟好了 再给你两分钟 土生土长的这一些 有生产的这些百姓 他没有房子 没有土地 我们要怎么去 这个到时候我们会 希望说能够透过 清建社会住宅 提供让他们有个安生 立命之所 那我刚刚讲了 你那个千春计划书 什么时候出来 过了没有 千春计划书 这个是目前 我们是几个大原则 都是在跟行政院这边 相关的单位去报告的时候 大概都有一些 不同阶段的一些成果 跟一些公文函 那整个计划事实上 我们现在就是 要透过建筑物的 这个地上物的一个调查 来去确定这些金额 那土地的原则确定 就是住商土地一坪换一坪 接下来就是建物 到底需要多少的经费 来去补偿民众的建筑物 所以我们会等到这些 一个一个阶段 把这些资料都汇整完之后 会有一个完整的 千春的一个方案 然后再报行政院这边来核定 好 谢谢 好 谢谢曾丽燕 曾议员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好 ению人们 Range mm 全部恢复 kie担心